奥沙利王为啥会让很多球员感到紧张害怕 因为他总会在关键时候给你致命一击 这局比赛就是很好的例子 推黑球 以为这就防住了吗 这也太小干活老师 火箭过来之后也没思考 直接打进 好球 对手感觉不可思议 我好不容易做了防守 你都不用考虑 内心受到了打击 火箭看了一下黑球 目前局面比较复杂 下方有一颗横球贴裤 然后上方还有一颗 关键上方这颗横球难度太大 看一下火箭如何处理下面的复杂局面 对手可能认为这样的复杂局面至少不会一杠制胜 必须要完成清台才能拿下本局 这就是火箭 总会在关键时候给对手致命一击 下面这颗红球应该是半贴裤 没有完全贴裤 其实像这样的半贴裤红球难度比贴裤更大 好球 这时候火箭下来看了一下最上方这一刻 因为左侧有咖啡球挡住 所以下面的走位需要非常的细腻 看一下这一杆 白球 漂亮 关键白球的位置停的也是比较舒服 可能这对于火箭来说 真的是正常操作 相信此时此刻 对手的内心开始崩溃了 所以说别以为局面复杂 领先分数多 就可以三圈再握 下面就是常规操作 这里也算是火箭的现场教学 给年轻小将上了一课 所以现在包括70后80后90后甚至00后 看见火箭都会紧张 角度稍微向上 加了防晒 对手 对手深吸了一口气 这局面竟然能够逆转 真的是太强了 这就是火箭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